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迪英,孙鹏18岁独自孙安佐3月因涉嫌恐攻威胁遭补,夫妻俩赴美就此,至今已至美60天,预计下月4日再度开庭,届时孙安佐将在律师陪同下出庭,迪英好友杨怀敏感叹,如果孙安佐平安归来,看到台湾对他而言已向另一个世界,不知道能不能扛住。 杨怀敏接受3D新闻网访问时忧欣表示,孙安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事件已被外界过度渲染,甚至妖魔化,他妈妈没跟他说台湾的新闻,小孩完全不知道台湾爆成这样,他也担心,孙安佐还是个单纯的孩子,回来台湾的时候又是一次伤害,台湾对他来说已经变成另一个世界了,担心他会扛不住。 杨怀敏也说,他和迪英已一个月未联络,他之前曾说迪英每天都和孙安佐热线,是指他们在早晚都会通话一次,因此孙安佐前次出庭时,才没有对在场媒体喊妈妈,而是大喊我想看动漫,对主镜头向他在台湾的朋友打招呼。 迪英,又,与孙鹏赴美救儿子孙安佐,佐,翻射自迪英脸书。